字幕志愿者 好 我們剛才介紹 在今天來到這邊現場的來賓 要請到 國民黨西北市議員葉元智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要請到 烏比烏總經理葉國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財營專家賴先生 憲哥 大家好 大家好 要請到資人媒體員黃光晴 大家好 資人媒體員邱明玉 大家好 資人媒體員姚慧珍 大家好 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 在今天國民黨的中常會 最新的消息是 由誰呢 我們先來看最新的消息 誰來代理黨主席呢 資深中常委 反鋪倒吾 由誰來代理 林榮德 為國民黨的代理黨主席 好 我們再回到 在今天下午的中常會 中常會場外可以說是 非常亂 爆發了激烈衝突 青年突襲高海 老賊下台 而且在現場甚至還打起來了 藍青年青黨大鬧國民黨 連黨徽都掉了 而吳敦義確定請辭 一開始說沒有代理主席 剛剛有最新的主席 所以明玉先幫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下午的情況非常激烈 對 其實今天的中常會 是國民黨大敗之後 第一次舉行中常會 大家外界關注的是吳敦義請辭 但是之前吳敦義他的預留伏筆 他本來講說他請辭之後 依照以往的馬英九跟朱立倫 就馬上下台 可是朱立倫說要 可是吳敦義又說要等中常會 來決定 所以大家講說 吳敦義到底有沒有要請辭的 一個決心 預走還留 對 所以我們看今天果然在場外 為什麼會打得這麼激烈 那是因為包括林嘉欣 他們就是組成了一個青黨 青年的青 青黨 他們就是號召了一群青年 就要跑到黨中央 就是呼籲國民黨要整個打掉重練 然後當然要這個吳敦義下場 林嘉欣的青黨是要打掉重練 還是要拱寒 他是要呼籲國民黨要改革 呼籲當然 我當然知道 但林嘉欣組的青年黨 如果所有的成員 都是過去的挺寒派 那當然就是要出來拱寒 可是林嘉欣他以前是挺郭台銘的 對 所以他才會被人家罵 是另外一個林嘉欣 對 是那個以前青年團的 他是郭台銘的青年軍 所以我覺得很荒謬 就是說在選舉過程當中 一直攻擊韓國瑜的人 韓國瑜等於是民調下滑的 其中一個人 不是那個選立委 不是… 結果他跑來中常會說 你們要改革 我就覺得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包括他 包括李正浩 我們每次在政論節目上面遇到 我們在幫韓國瑜講話 他們都是一直在罵韓國瑜的 結果他現在跑到國民黨 說要國民黨改革 這是什麼跟什麼 他根本就已經離開國民黨了 話說回來 但你不能因為他在 他是挺郭台銘 你就說他改革無力 對 他還是在 他就不能夠要求國民黨改革嗎 他已經離開 不是 你們就是拒絕聽青年的聲音 所以才會擺成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覺得不能依人廢言 不能因為他的立場是挺郭台銘 你就覺得他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韓國瑜他是初選 像我初選的時候我支持朱立倫 初選韓國瑜過了之後 全黨本來就應該上下一起挺他 因為我們要取得執政 本來就是要靠韓國瑜 結果大家每個都扯後腿 做壁上官 做壁上官 然後大家一起罵他 我是說我們黨的 然後結果這些人不支持他 不支持他之後害他民調下滑 然後現在又跑出來說 你看韓國瑜下來 你們不對 你們要改革 跟他民調下滑是兩回事 有關係 因為國民黨不團結 今天他支不支持韓國瑜 跟國民黨到底要不要改革 我認為這是兩回事 他就是讓國民黨 國民黨沒有辦法執政的原因之一 他 郭台銘 還有郭台銘很多人 我看你們今天練了七項國民黨 之所以這次大敗的原因 沒有像是因為 當初有一群挺郭的人 不挺韓國瑜 黨不團結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如果跟民進黨一樣 像賴清德在初選的時候 被蔡英文打得趴掉了 被他的網軍 被他國家機器打趴掉 結果最後兩人結合 我們也很希望有這樣一個 團結國民黨 可是我們就沒有 結果這些搞分裂的 現在跑出來說到國民黨改革 我覺得有點磁空挫折 可是我覺得原資 你不能一直聽到人家來 就是說要改革 你就整個牙起來 不管那個人是不是林家欣 或者是他要不要先檢討一下 他在這個選舉過程當中 我覺得這代表著韓國瑜 想要選黨主席 沒有 韓國瑜絕對沒有要講 他絕對沒有要選 我們回頭再次要講一下 葉原資你敢在這裡掛報警嗎 當初他有沒有說2020 絕不選得好 沒有 他後來是因為 他的誠信你敢幫他掛報警 對 郭婷婷在這 郭婷婷如果出來選黨主席 你要不要辭你的市議員 我讀這麼大 我現在 我現在 你怎麼幫他說 他一定不會出來選黨主席 郭婷婷在這 歷史的見證在這 來 郭婷 郭婷是可以了解韓國瑜的 他說不會選就不會選嗎 其實對一個誠信破產的 一個政治人物的話 你還能夠相信嗎 那葉原資就騙他掛報警 葉原資剛剛講話也不精準 他選舉的時候是韓家軍 而且是可以大旦火鍋的韓家軍 是很深入的 可是他選後以後 他就換身為所謂的基層黨員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在 刻意在隱藏他的立場 你看敗選之後 開第一槍 而且是針對吳敦義來的 就是那些掌韓家軍大旗的 那些市議員們基礎不夠 民意基礎不夠 然後一致性的標籤 通通都是 那葉原資你現在是 挺韓大軍還是基層黨員 我覺得這個沒有辦法分 其實那個嘉義我有連署 但是平常講那個是羅志強發起的 羅志強他在初選的時候 他也沒有支持韓國瑜 那但是韓國瑜在初選過了之後 全黨去挺韓國瑜 我覺得這反正天經地義的 今天韓國瑜輸那麼多票 然後這個得票率只有38% 然後去怪說有一群人不換團結 我覺得大家就要講真相 你如果不面對真相 還刻意左閃右躲的話 我覺得大家這個未來對國民黨的寄望 其實也不用太高 現在的國民黨是什麼樣的一個國民黨 他已經不是過去那個國民黨了 他有50%一半的成分是屬於國瑜黨 那你當你國瑜黨在選後 在鬥吳敦義的時候鬥老國民黨 那這個國民黨又發出7個敗選檢討原因 其中這個兩點一點 那四點全部都是在條列韓國瑜 他之所以敗選的原因 包括連王小姐事件都寫進去 寫得巨細民意 房子的事情什麼的 什麼的事情通通寫清楚了 那這個是從吳敦義他們這個陣營 就等於說吳敦義臨去秋波 終於也反開一槍嘛 你們這邊都槍子 好幾管機關槍對著我 他後來反擊嘛 所以才弱化自己的責任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國民黨應該有一份敗選檢討 不是已經有了7點嗎 出了一個7點檢討 我是說 這邊只檢討一半 這邊完全都不檢討 就是吳敦義出的敗選檢討裡頭 沒有檢討自己 你先把吳敦義幹下去以後 你換上一個大家都不認識的 不知道的一個林榮德 你先用個過渡卡在那邊 那到了5月他就知道 我會不會被罷免了嘛 你懂我意思嗎 是 那就等於說幫韓國瑜解套了 所以他有高度的可能性 可以運籌維吾 實施他北風北妝案不是嗎 為什麼我跟大家解析 韓國瑜在下一次 他連任高雄市市長 有當選的機率高不高 不高嘛 他要選過總統 他會去我好好做 然後我再連任一次高雄市長 當然不可能嘛 可能性很少 很小嘛 那韓國瑜要幹嘛 他要抓黨權嘛 抓黨權為什麼要抓黨權 除了錢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你也別小看啊 他們的政黨補助款 每一年有2億多 2億3 可以領2億3 然後呢 你只要再籌 所謂的 7321嘛 你只能再籌5個月 一個月要3000萬 等於你再籌個1億5 4個男士沒有錯 可是呢 未來這樣的一個黨主席 如果他有新選2024的話 那這樣的話 2022 這個縣市首長改選以後 每一個 都是他經手 而且或許有這個初選 但是每一個攤頭寶 每一個這個組織戰 每一場選戰他打過以後 他用時間換空間 2024很可能重啟如造的 好